上期我们说到,中朝联军在陆路和水路分别顶住了日军的进攻后,明朝的援军也很快赶了过来,到了1597年11月,朝鲜战场上的中朝联军已达10万人,其中明军4万,朝鲜军6万,完全具备了反击的能力,但是达哪呢? 我们在前面说过,日军占领朝鲜期间,在釜山魏山一带修筑了大量的日式城堡,面对锁链式的日军防线,联军想要采取全面攻击的战法进行突破,显然是不现实的,最好是选择一个方向进行重点打击。 行界在与麻贵、杨浩以及朝鲜将领反复讨论后,最终选定了魏山城,魏山位于釜山的东北方向,庆上道的最东侧,从军事角度来说,挑这么远的地方进行重点攻击,显然是不合理的。 但是魏山守将是曾经制造了多场屠杀惨案的加藤清政,联军高层认为,攻破魏山城,干掉大魔头加藤必能鼓舞人心,令日军胆寒。 接下来的战斗也会相对豪打很多,于是随即敲定了进攻魏山的计划。 12月初八,明军完成准备,然后兵分三路东下,其中左路军由辽东副总兵李如梅统帅,兵力16600人,中路军由山海关副总兵高侧统帅,兵力16900人,右路军由济镇副总兵李春芳和副总兵谢生统帅,兵力14900人。 此外,明军还有8500名后备军,由杨浩和马贵亲领。 中朝联军出动后,马贵为了彻底歼敌,向朝鲜都元帅全力提了一个要求,即希望朝鲜派水师到魏山附近海域作战。 而权力担心如果不做出承诺,可能会让明军打消进攻魏山的念头,便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。 可纵观后来的魏山之战,却看不到半点朝鲜水军驻战的记载,朝鲜人又食言了。 没有水军驻战,联军只能靠陆战解决问题,这无疑影响了后来的战争走势。 在联军奔赴魏山的同时,日军也在做准备。 由于认为魏山老城不好防守,加藤清政在开战之前将主力部署在城外的岛山。 岛山离魏山城不远,海拔仅50米,只是一座很小的山峰。 但在加藤清政的亲自监督下,日军驱使朝鲜劳工,在岛山上修建了一座坚固的城堡,并围绕山体,构筑了三道防线。 岛山防线开工的同时,加藤清政又带着三千人去完善西生浦的防御攻势。 日军的部署被联军通过朝鲜间谍传回的情报获悉。 针对战场情况,杨浩和马贵在战前做出如下安排。 如计中率两千人马封锁太和江,防止西生浦方向的日军援兵。 吴维中率三千人进攻艳阳和梁山城,祖基从釜山而来的援军。 其余诸部负责围困岛山和卫山城。 12月20日命令下达,联军各部随即开始行动。 两天后,吴维中部与日军在艳阳城外遭遇。 吴维中的部队是第二代七家军,打倭寇属于是专业对口。 所以,两军接触后,日军立马被打的是落荒而逃。 城外的战斗很快惊动了艳阳城内的日军。 驻守艳阳的日本名将前野姓长,自视骁勇。 不顾左右反对,带着人马,哇哇大叫着冲出城去,打算找明军玩命。 随即,明军在无为中的指挥下兵分两路,一路负责攻打艳阳,一路负责迎战前野姓长。 前野姓长自以为很能打,可与明军交手后顿时叫苦不迭。 因为明军比他更能打,激战中前野姓长身中十余刀,差点被当场砍死,打不过只能跑了。 但前野姓长打算逃回艳阳时,却发现明军已经拦住去路,回不去了。 无奈之下,他只好带着残部逃进了岛山。 首战告捷,无为中未做休整,带着人马前往梁山城,继续执行组员任务。 杨浩和马贵得知消息,一面安排高策,率2000人进驻艳阳,一面命令各军进入战斗岗位。 23日扶晓,为了扫清岛山外围据点,李如梅率300精锐,悄悄向日军外围绍营发动攻击。 日军对明军席营缺乏凡准备,因而被打的是猝不及防,损失400余人。 袭击只是试探性进攻,到了24日,明军架起火炮,正式对岛山和卫山城发起攻击。 战斗打响后,各式火炮巨发,轰天阵地,密集的炮火将日军防线轰的是地动山摇。 驻守岛山外围的日军士兵,没见过这种阵势,当即就吓傻了,纷纷丢弃阵地,逃入岛山城中。 至于卫山城,直接就被明军拿下,随后明军发动对岛山的攻击。 毛国弃,陈炎攻打东面,李春芳攻打西面,李如梅攻打东北面。 战斗期间,日军还未从刚才的炮击中回过神来,无论是战斗意志还是战斗素养,军不在状态。 而三路明军则是勇猛异常,尤其是毛国弃,陈炎一路犹如战神附体。 趁着日军人心浮动之际连破两道防线,接下来只要不出意外,明军攻破最后一道防线,便可全歼倒山的八千日军。 然而这时候意外出现了,正当日军节节败退之际,在附近高地督战的杨昊突然下令明军收兵,放了日军一马。 按照古英泰的说法,杨昊之所以此时明军,是因为他与辽东军的关系较好,不想让陈炎的功劳比李如没大,所以就明军收兵。 但据朝鲜史料宣祖招敬大王石鹿的描述,情况又有所不同,当时下令收兵的人是马贵。 按照朝鲜史官的说法,马贵与辽东军素有矛盾,他认为陈炎配属李如梅的左路军,如果让陈炎夺得头功,李如梅也能跟着沾光,马贵不愿意看到李如梅立功。 个人认为古英泰的说法应该更符合事实,因为从后来杨昊被撤职,朝鲜国王李延替他求情来看,杨昊与朝鲜军臣的关系较好,朝鲜史料存在为尊者会,让马贵替杨昊背锅的可能。 24日夜,杨昊重新调整部署,安排李如梅布顶在最前面,25日一大早,战斗继续,按照杨昊的估计,岛山唾手可得。 可是,日军此时已经从昨天的混乱中恢复过来,守城有了法度,加之岛山城本来就险峻难攻。 前面说了,日军在岛山上构筑了三重防御攻势,这三重攻势,每个部分互相独立,明军攻克外围,并不代表攻克整座城池。 并且,岛山上的日式城堡也极其坚固,城墙上有形状不一,口径不一的射击孔,可用于弓箭、火神枪和大炮的射击。 其作用类似于近代以来的碉堡或者炮楼,前一天的战斗沉吟能节节胜利,很大程度上是占了日军措手不及的便宜。 如今日军已经调整好了心态,又占据明显的地利优势,以铁炮射击形成的交织火力网,组织联军的攻势。 在这种情况下,李如梅部的进攻无疑是一脚踢到了铁板上,见李如梅的辽东军迟迟没有进展,杨昊又换上了陈吟的浙军。 结果陈吟刚带队进入战场,就被日军的树梅弹丸击中,连夜送去后方疗伤。 就这样,明军血战一日,连日军第一道防线都没有攻破,而自身却损失惨重。 见自己因私心闯了大祸,杨昊心急如焚。 26日,杨昊决定让明军休整,命令朝鲜军顶着盾牌向日军阵地发动强攻。 可此时的日军已经打出了信心,战斗中日军居高临下,用铁炮射击朝鲜军。 朝鲜军的盾牌无法抵御铁炮射出的弹丸,一时间朝鲜军死伤惨重,只能仓皇撤退。 当晚,吴维中见强攻损失太大,连夜到卫山向杨昊提议,打攻坚战我们吃亏, 不如像李提督当年攻打平壤那样,围三放一,引诱日军出城,在野战中寻击兼敌。 很显然,吴维中的建议更符合实际情况。 但杨昊此时却自负地认为,困难只是暂时地熬过了,接下来就是好运。 因此果断拒绝了吴维中,27日,杨昊使出火攻,并试图切断岛山城内的水源,可连军忙活了一天,效果并不好。 常言道,不怕神一般的对手,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 开战之初,老天爷已经给了你机会,但由于统帅无能,连军错失好局,给你机会你不用,胜利的天平自然就向日军倾斜了。 12月27日晚上,加藤清政带着500人经水路穿越明军防线,悄悄潜入岛山城中。 得知加藤清政来了,明军驻将既高兴又发愁。 高兴是因为可以生前加藤清政,愁的是,日军有主帅坐镇,看来想短时间内攻破岛山已经不可能了。 当夜,杨昊再次调整部署,命令各部为而不公,打算等日军粮草耗尽,再发动攻击。 生前加藤清政,但谁料人算不如天算,28日天未亮,卫山地区居然天降暴雨。 12月的朝鲜半岛,本就天寒地冻,这场大雨一下更是雪上加霜。 日军窝在岛山要塞中,情况还好,而连军身处野外,临时搭建的帐篷根本无力抵御寒潮。 到了29日,杨昊命人清查损失,报上来的数据触目惊心,很多士兵动得手指坏死了,尽千匹战马动臂。 看到这副惨样,马贵想起了吴维忠前几天的提议,便跟杨昊说,放个口子给日军。 如果日军出来了,就在路边设服痛打,但杨昊以为三放一,无法活捉加藤清政为由,又一次拒绝了。 此后的几天,杨昊派人与加藤清政谈判,当时的岛山城中因为粮食耗尽,日军的情况也不好,惨到了吃人肉的地步,都已经人吃人了,这士气还能好。 见情势不妙,加藤清政担心明军攻城,日军可能会守不住,便派人出城谈判,表示大年初三,他愿意与杨精略在南山面谈,只要明军保证日军将士安全,自己可以放弃岛山。 杨昊得知加藤清政求和,很高兴,当即安排下去。 朱军都做好准备,会谈当天,先申请加藤清政,再攻下岛山城,但殊不知,加藤清政的和谈只是幌子。 意在拖延时间,他压根就没打算赴约,而就在杨昊打小算盘的时候,日军的增援已经陆续抵达了西生谱。 前来增援的日军小枣川秀秋,雨洗多秀佳,毛利秀元,嘉藤嘉明,风须贺家政,藤堂高虎,鞋板安置等部,总兵力超过2万,足可以与明军一战。 1598年正月初二,西生谱的日军向明军防线发起潮水般的进攻,明军拼死作战,顶住了日军攻击,但这只是暂时的,因为明军和朝鲜军没有水师,不可能长期守住防线。 正月初三,到了约定的日子,嘉藤清政没来,见自己被耍了,杨昊大为恼火,旋即亲自上阵,指挥各部持火把夜攻,结果击战一夜,中朝联军又被日军打退。 而就在杨昊专心对付嘉藤清政时,日军先头部队突破了明军防线,禁抵泰河江南岸,与明军隔江对峙。 与此同时,日军水师几十艘战船也抵达泰河江上,随时都可以登岸。 初四上午,杨昊获悉最新情报,心态炸裂,绷不住了,下令全军撤退。 伤兵和步兵先撤,随后是炮兵,骑兵负责断后,至庆州集结。 为了防止粮食器械落入敌手,杨昊还下令焚毁所有不好带走的物资。 得知杨昊下令撤退,麻贵的部将百赛急忙劝阻。 百赛认为,此时此刻应该优先考虑稳固阵地,反手一拳,然后再部署撤退。 就像当年的毕体管制战一样,只有先挫败日军攻势,联军才能安全, 且有序地退出战场。 但杨昊不听,骑上马,丢下部队,直接就跑了。 杨昊跑路后,麻贵也跑了。 得知明军撤退,加藤清政指挥岛山城内的日军出城追击。 百赛见状,赶紧率骑兵还击,将日军逼退。 百赛的这次反击很重要,日军见明军虽败,但却是败而不愧,顿时心慌,不敢穷追。 最后只追了三十里便返回,然而杨昊的不负责,还是坑了一部分明军。 由于撤退命令下达得太突然,负责阻击日军的吴维中、毛国弃、卢记中组成逊四部很晚才收到消息。 而此时其他明军已经撤走,于是他们变成了最后撤退的一批惨遭日军围追堵截。 在突围过程中,卢记中部损失最惨,几乎是全军覆没。 吴维中毛国弃两部幸运地得到李方春的援救,虽有一些损失,但基本保存了建制。 祖成逊很猛,他反其道而行之,没有向北撤退,而是趁夜向南进攻,杀至西生浦, 然后又大摇大摆的北上回到了庆州。 至此,卫山之战结束。 回看卫山之战,明军和朝鲜军本有机会复制平壤之战,取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。 但由于总指挥官无能,城池打不下来,撤军时又自乱阵脚,最终落得一场大溃败。 杨浩这个人说他没能力把卫免过于刻薄,但要说他很有本事,又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。 他在卫山的糟糕表现,其实就是他后来在萨尔虎的预演。 应该这么说,杨浩作为一个过于出名的边臣,被万历皇帝提拔到了他所不能胜任的位置上, 去应付一个他无法匹敌的对手,既是他个人的不幸,也是大明王朝的不幸。